我们下面讲一下就是肛门这个问题 中医里是说肺与大肠相表里 那么肺神又为破 所以呢就是肛门又称之为破门 破门呢在中医里的解释方法呢 他认为是五脏的使者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使者 使者是什么呢 就是经常派出去 经常活动的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呢就是说的水谷不可行 不可以久藏 就是糟粕啊 是不可以久藏的 就都从这就走了 所以他就叫破门啊 那么如果呢破散的话呢 就是魂飞破散的话 那么就是肺呢 它的力量就减弱了 就是肺没有收敛的这个功能了 就速降和收敛的之力 它都变弱的话 就是人呢大小便也会 就是哗一下就泄掉了那样的啊 那么这个肛门的主要一个问题呢 就是一个痔疮的问题 痔疮的问题呢 首先跟宝石是有关系的 就过得老吃撑着那样的啊 婴儿宝石说的筋脉横蟹 那么筋 筋的功能呢就是 我原先曾经说 就像牛蹄筋一样 就是它是有弹性的 这个弹性 你像肛门 它本身也是一个数月机啊 就是说它也是有弹性的 那么凡是有弹性的这个 呃这个 它的这个功能都是由谁所煮的呢 都是由肝来所煮的 就是当肝出现了毛病以后 这个筋就会 肝煮筋所生病 那么这个筋就会出现问题 就约束的能量 约束的力量就会减弱 所以呢这样 然后就会出现像那个 就是约束不住啊 就是出现痔疮的这些问题 那么基本上都属于是肝筋病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还有一些人呢 现在由于过度的就是这种 呃压力啊 或者是劳累啊 呃有的人会出现脱缸 那么在女性里边呢 她还出现一个 就不仅仅是脱缸的问题了 还有她只要有脱缸的问题 就有一点点子宫下垂的这个问题 那么像这种病症呢 一般的来讲是有分为两类 一类的就是属于下胶洋衰 然后造成的病 就是不能够收住 收射不住 我曾经说过 如果你有子宫下垂的话 你要想怀孕都是很难的 就是你连一个子宫 你都收不住了 因为子宫 它也是有弹性的 也是就是说 比如怀孕的时候 它可以撑大 然后不那个没怀孕的时候 它是就变得很小 就相当于你的全都这么大 那样的 那么如果它出现了问题 它往下也坠的话 那么就属于就是阳衰 就是阳气衰弱啊 就不可以把它收敛住的这个特性 那么中医里还有一个名词呢 就是比如说中气下腺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在中药里呢 基本上它有几个方子是可以制的 比如黄旗剑中汤啊 或者是那个就是补中医气汤类的东西 那么这些呢 都是医生要给你去开的药方了 那么具体的我们自己要做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用酒法是很好的 就是用那个艾条熏着少府啊 然后呢 用酒法 然后或者是尤其是酒官员 官员这个地方 它就会对人体呢 就是把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一定的解决 同时呢 如果你真的都已经下垂了 你像古书里面曾经记述过 朱丹西曾经治过一个妇女啊 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呢 然后呢 由于那个就是那个用太过用力啊 也使得子宫就脱锤出来了 那么像这种问题呢 会怎么去解决呢 就用五辈子这味药呢 然后来煮汤 然后来洗 洗这个脱锤出来的这个子宫啊 然后呢 或者是洗那个 就是如果是痔疮的话 你就去洗痔疮 为什么呢 因为五辈子这个药呢 是专门的是 它是煮收敛的 它有酸收之性 所以呢 用洗的洗法 然后一般的来讲 是用五辈子一百克 然后煮水 然后来洗涤 同时呢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皮弓之法 所谓皮弓之法是什么呢 就是揉搓法 像这个皮子啊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人穿的那些皮袄 什么的之类的啊 那么皮子 动物的皮 其实刚剥下来的时候 它是呃 就是逐渐的会变硬 那么一定要通过 人手的这种揉搓的作用 然后使它变软 或怎么样 就是你要揉搓这个 假如子宫已经脱锤了的话 那么你就要揉搓它 然后给它脱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当时朱丹西治那个妇女的时候 子宫脱锤的时候 他用的方法 那么这是呃 如果是阳衰的话 就可以用这些方法 还有一种的人得痔疮呢 呃 那个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呢 就是过度的吃那些后卫 就是高粱后卫 就是比如说肥肉类的东西啊 呃 还有纯酒 过度的喝酒 或者是辛辣 这样的就使得火呢 就是火旺 人体当中的那个灶火很旺 就往外逼 就把这个 就把痔疮什么 这些东西都 都逼出来的这个项 那么像这种人呢 基本上来讲 他是比较喜欢喝冷饮的 同时呢 他会出现一些什么 大便硬 小便难的问题 就大便很硬 然后小便呢 又很难以出来 都是用 一下子都被憋住这个项 那么在中药里呢 基本上是用的是 轻热的方法 这就是肛门的这些 就是会出现的一些积患 那么呢 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下 那个后背的问题 后背呢 是在中医里 是非常强调 后背的这个养生啊 就是因为后背为阳 所以呢 他首先就是 他特别阳呢 就是太阳含水组织 就是他特别容易受寒 那么呢 这个呢 而后背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中医里边 他曾经说 就是说背者是胸中之腹 后背是我们五脏六腹的腹 就是腹就为阳腹 是他的动能的这个 这个方面 那么呢 尤其脊柱呢 他就是比如说 我先前已经提到过 就是整脊的方法 就是当我们的脊柱出现错位的话 可能会引发很多的身体的 就是不舒适感 比如说胸椎如果错位了的话 或者是他塌陷下去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 比如胸闷心痛 那么这些呢 都有可能跟脊柱错位有关 所以现在像国外 他是非常注重了 就是关于脊柱的一个整理法 其实在传统医学当中 这个这些方法是一直是存在的 就是专门是梳理后背 就是在按摩学上 基本上来讲应该是 如果是按摩 现在我们经常去按摩 我们一般的话都会发现 就是他都会让你先让你趴着 然后先要梳理后背 把羊通开了 然后里边的脏也能够变好 然后呢 就说实在不行 当你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才在做脏腑的这种按摩的方法 基本上的原则是一定要先梳理后背 那么在这个梳理后背的过程当中 就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在家庭按摩里边 你可以采用一种很轻柔的按摩法 比如说把这个脊柱微啊 然后呢挨着个了去 按压轻轻的 就是按压 当哪出现痛点的话 那么基本上来讲 是说那个地方 他而且他所连带的脏腑 因为他就每个从脊柱的 发出每一对的神经 他都可能会连着那个脏腑的 所以呢 当你按到哪个地方 有压痛感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那么有问题怎么办呢 基本的原则就是说的 按柔压痛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压痛点 直到按柔的差不多没有的时候 压痛的感觉没有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这个是甚至现在社会上 还流行一种刮痧的方法 就是你会在刮痧的时候 你像小孩如果出现感冒出气的时候 如果就是你要刮痧的话 肯定会在后背的上缘这个地方 都会出现紫黑的那个像 就出现淤质的那个像 那么就说的 你要刮他的时候 这里面都会出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啊 还有像那个感冒出气的时候 感冒发烧 像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脊柱 就是颈椎和整个脊椎相连的地方 有一个叫大椎穴 那么这个大椎穴就会出现 很严重的压痛点 所以呢 像对小孩子 我们就轻轻的按柔 就是很好的 还有一种方法呢 比如说对小孩子的方法 比如小孩子脾胃不健壮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最好的方法 先不要采取那个吃药的方法 因为小孩子他脾胃本来就弱 如果你用药的话 用药不慎 一旦伤了他的脾胃 对他的身体会更加的 就是造成一些负担的问题 那么对小孩子呢 他就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捏脊的方法 就是通过那个捏脊椎 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强健小孩子脾胃的方法 所以呢 从这一点上来讲 大家就应该清楚 就是说当小孩子脾胃 前面脾胃弱的时候 可能就是捏脊就能够 把这个后背梳理开了 用以羊来引发这个阴的这个运化能力 这些呢 都是中医里边非常强调的问题啊 那么呢 脊柱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督脉 整个是沿着脊柱去走的 而督脉呢 就是男性的病呢 又以督脉为重 因为督脉就有可能会造成男性的 这个不育的这个症状 以其包括一系列的男性病 而女性呢 主要是以认脉为主 就是前面的这个正中线 这条脉为主 所以呢 就是认督二脉 实际上对 就是这个在那个武达小说里 就相当于小周天啊 就是高教养生里里边 也认为是小周天 就这个小周天 如果不通畅了的话 对人体的伤害 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呢 他在练功的时候 一般都强调要先通这个 就这个周天一定要运转起来 这样的话 对脏腑的作用是蛮大的 那么呢 先前我们在讲肩的时候 已经讲过肩背痛的问题 那么在这呢 我们就说一下 比如说腰痛 腰如果痛的话 那么它里边会出现几种 就是比如说像肾病腰痛 第一可能是由于肾火 命门火衰造成的阳虚症 然后或者是那个 比如说阳虚呢 它几种阳虚都会出现 比如说我们用心力过度 比如想事情 想的太过度的话 那么就损新阳 如果饮食过度的话呢 我们就会损脾阳 饮食太多 就是过度的话 那么就是脾的那个阳气 就会受损 如果防劳过度的话 就会损肾阳 就会出现肾病的腰痛 这样呢 就是阳气衰微了呢 就无力运转 所以呢 那个 而我们呢 人体的力气 又是从腰来 人体力气从腰来 在中医里边 从讲到膀胱经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做入寻里落肾 就是膀胱经是寻铝 铝是哪个字呢 就上面一个铝形的铝 底下一个肉 月的月 那么就是底下是个肉 那么这个铝是在哪部分呢 实际上它就相当于 就是腰子 我们人体腰子外面 包的一层厚厚的油 那么这个在古代文化当中呢 这个讲得非常有趣啊 比如说我们形容大力士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 它一个词叫履历过人 说这个人履历过人 那么这个履到底从哪来呢 很多人认为履历过人 就可能是从这儿 说一说有劲没劲 都看这儿啊 其实不是 这个履历过人 一定要记住 这个人体的力气 全部都来源于腰 腰是就是肾为大力士 当我们讲肾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 肾是一个大力士啊 就是你的劲儿 都是从铝这儿来的 所以呢 古代关于大力士 它的形象的表达 还有一种方式 叫做什么呢 叫绑阔腰圆 就是肩膀一定要很宽阔 肩膀宽阔相当于肺气 特别足 就你这儿整个能处宣开 肺气足魄力大 这个人气也足 然后呢 腰圆呢 就指的是有铝 就是那个地方 腰是成圆形的 就是它的劲儿就会很大 所以呢 这些呢 就是传统文化里的表现呢 实际上在我们中医里的 都是可以找到一些依据的 那么这个腰痛呢 肾须呢 腰痛还有一种 就是阴须的腰痛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因为受寒会导致腰痛 还有呢 因为失智 因为蕴化 伤了脾羊 失智 然后也约束了这个肾的这个功能啊 那么这些都会诸如此类 都会形成腰痛 那么腰背痛的话 那么中医里叫做什么 有一句 就是在针灸学上有一句话 叫腰背伪中球 就是如果出现腰背痛的话 那么取的穴位是在哪呢 是在尾中这个穴位 尾中这个穴位在哪呢 就在我们大腿的裹窝处 就是大腿后边这个 就是大腿或小腿 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 这中间这有一个地方 如果那个形成 那个地方 那个就是中线稍微偏开一点 是尾中穴 如果出现腰背痛 首先要从哪解决呢 要从尾中这个地方解决 就是针刺的话 那么就要针刺尾中 这是针灸学上的问题 如果呢 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一定要先把这个尾中穴 就是一定要揉开 大腿揉开 那个地方会很痛 如果受寒的话 甚至尾中穴 那个地方会形成筋结 把这个筋结 那么中医里呢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叫做筋筋疗法 就是它专门从这个 把这个筋结给掀开了以后 那么可能你的腰痛的问题 还有腿痛的问题 都有可能会解决 因为它是在膀胱筋上 这么一锅筋脉 这是腰背痛 就是大家要知道 去从尾中那个地方 去解决 去按摩它 然后呢 督脉还有一个很重的病啊 叫做脊降反折 这个病呢 现在比较多 就是强制性脊柱炎 就是说大家要记住 强制性脊柱炎 实际上是督脉病 那么这个病就是 督脉又属于齐精八脉 所以这个病呢 就相当于先天的元气 这方面就已经出现了损失 所以这个病就很难治 因为什么呢 中药里面就曾经说 就是没有一味药 可以入齐精八脉 齐精八脉相当于什么 就是人体的十二症 精气特别足 它所外溢出来的东西 就像琥珀一样 就是它是储存人体精气的 那么没有药 既然没有药入齐精八脉的话 那么像这种病呢 就相当的难治 还要从肝肾的方面去治啊 因为肝肾 元气藏于肾嘛 所以你从肾和膀胱的问题上 来把这个病来解决 所以这个病呢 其实是 现在目前为止是 相当于有一点 是倾家荡产的病啊 就是如果得到这种 这个病呢 是很麻烦的 那么这个病呢 还有一个有一个原因 大家可以就是 适当的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年轻人 纵欲过度的话 有可能就是 或者手淫过度的话 都有可能会导致 这方面的损伤 所以呢 在青少年的教育方面 在这方面 就是说大家应该提起注意 就是不可以让年 就是传统文化当中 就是坚决要求 就是年轻人 是不可以纵欲的 那么这个是 就是会 都脉如果要得病的话 会出现这样的病症 那么还有呢 就是膀胱经的问题 也会引发 就是腰痛的问题 那么就是 如果就是腰脊啊 就这儿 就跟蛇了一样 那么这个基本上 是属于膀胱经的 那个毛病 就是阳气啊 阳气 就是气化功能 出现问题 造成的毛病 还有呢 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就是腰酸背痛 腿抽筋 也同样是膀胱经的问题 因为膀胱经 是整个走人体后面的 从头到脚的 这么一条经脉 所以呢 为什么说 人老 腿先老啊 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如果 膀胱经气衰弱的话 你如果阳气很衰弱的话 从上面可以引发的是 什么 健忘症 然后到腰背呢 就是背痛 到腿呢 就有可能是腿抽筋 那么现在基本人认为缺钙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 这个毛病基本上是属于膀胱经 阳气大虚的毛病 好 这就是后背的问题啊 那么既然讲到脊柱呢 那么跟脊髓相关的一个病症啊 我们还可以去 认识一下 就是所谓的白血病的问题 白血病的问题呢 基本上从中医的理论上来理解就是脾肾的功能虚损 就是脾和肾的功能出现了虚损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肾是主藏经的 所以它主骨髓 如果肾的藏经的功能出问题的话 那么骨髓的造血这个机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呢 脾呢 它是脾主捅射血的脾主捅射脾主捅血 所以呢 这个捅射精血和造血的功能也跟这个脾的功能也是很相关的 而且它可以脾气要强的话 它可以充盈精气啊 就是把这个经脉之气啊都能够充盈的话 如果精血合一的话 肾藏精所藏的那个精那个营养物质和这个血和这个动力 要联合在一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血液的问题 所以像白血病肯定就属于血液病 那么这个血液病呢 肯定就跟脾肾胃这些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基本上的原因是由哪几种原因造成呢 首先一点就是说 可能呢 就是母亲在怀孕前呢 会造成的就是由于元气的亏损呢 会造成孩子的先天不足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的 这些孩子呢 可能用药过度啊 会造成他的 就是用药不当会造成 也会造成这种积患 第三点呢 就是说教育过于单调 现在的小孩子跟我们当年是不太一样 我们当年都是跟那个朋友啊 就是小孩子一个院子 或者一个楼里边的小孩子 都是经常在一起 天天在一起疯玩的 那么现在的小孩子呢 他就基本上 因为家里就一个嘛 基本上现在小孩子都比较孤独寂寞 那么这样的话 他也会就是忧思而伤 皮对皮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所以像这种呢 就是像白血病这种的 就是白细胞过多呢 就等于肾经外跃 就是肾经收不住了 就肾主藏经的功能做不到了 然后如果血小板极小呢 极少呢 就属于那个真阳靴 就阳气大靴 而不能收敛的这么一个像 那么像这种病的治疗原则呢 还基本上是叫做培土固原 土呢是为体 就是一定要培 就是培养他的脾胃 把他的脾胃给固涉起来 像这种孩子 你一定要让他先吃啊 把脾胃固涉起来 然后呢 才能够固涉元气 然后再把元气固涉住 这样呢 这个病才能够治愈啊 这个病才能够治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为没有暮ar 谁会答idian 感谢观看